眼睛下面肿的像眼袋怎么回事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沈小霞 先是第一医院皮肤科主人医师 其实眼睛底下肿的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我们简缘底下有小小的一个像 就是半月状的 这个其实是叫卧蚕 这个我们会发现这个有时候还会让人变得可爱 只要不是太大 其实这个还是比较美的一种表现 另外眼袋呢 其实就是眼睛下面这块脂肪它比较多 它堆积到这儿 或者是因为这个松弛形成的 如果眼袋需要治疗 这个其实就是整形美容的一个范畴 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手术 可以把这个眼袋进行治疗 有的人可能先天性的 但有时候可能休息了 生活对这个都有一定的影响 比如有的人可能说我休息不好 我这个眼袋就明显 休息好了 这个就会不明显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明显 所以我们就是首先保证一个就是规律的饮食生活 休息睡眠 如果就觉得很明显影响自己的美观了 可以考虑正规的医院去证刑科 进行手术治疗眼袋 其实眼袋一个是先天性的 另外一个跟松弛有关系 所以就是说是我们可以就是说多锻炼了 休息了这些对预防 可以延缓这个皮肤 皮下脂肪的这个松弛流失 但是如果年龄大了 我觉得这个衰老可能就是无法抵抗的 我们可能只有考虑就是说是这个手术